大揭发?一码公司付那么大笔钱给意大利的Greisgner主宝公司到底为什么?大家都知道吧?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继续贴报SRC资金流,如今他引述一份文件,揭露收取首相纳吉资金的人士与机构。 去年1月26日,总检察长阿凡迪宣告纳吉在捐款案与SRC案中清白无罪。 但在这场记者会上,阿凡迪高举一张图表供媒体拍照时,却不易揭露另一轮从未曝光的可疑货款。 根据图表,纳吉的其中一个账户在获得源自SRC公司的资金后,再把2352万时令集会给17人。 其中一个收取方式意大利珠宝公司D-Griskenau。 根据文件,D-Griskenau于2014年,分十四获得763,500欧元,按目前汇率是3595,916令吉53仙。 根据拉菲兹,这些资金乃源自一马公司前子公司,SRC国际有限公司,接住汇入纳吉账户,再转移到这些人士与机构手中。 拉菲兹今日召开记者会所引述的文件,源自一个名为反贪会内幕者的部落格。 该部落格是于2016年上载这些文件,但之后就遭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封锁。 由于他相信这些文件属实,因此决定挑起此事。 这些文件所揭露的所有转账,与总检察长阿班迪于2016年1月26日召开记者会所展示的资金留意至。 该笔汇款的其他收取方包括数家媒体相关机构,巫统和国阵区部,以及一些个人和公司。 成立一个月就汇款。 拉菲兹进一步指称,根据这些文件,这些转账是发生在2014年7月8日后,也就是当白美建筑私人邮件公司,Panay Binaria SDNBHD,将2700万令吉汇入纳吉账户后。 当今大马之前通过公司委员会检查白美公司时发现,这家公司在2014年6月6日成立,绞足资本是40万令吉。 换言之,白美公司在成立一个月后,即转账2700万令吉与纳吉账户。 根据阿班迪所展示的图表,SRC公司通过多次汇款,把资金注入白美建筑等三家公司。 SRC公司在2014年7月8日把3500万令吉汇入布特拉首要建筑公司,Putra Padanar Construction SDNBHD, 接住布特拉首要建筑在同一日把3499万令吉汇入白美建筑公司,最后白美则把2700万令吉汇入其中一个Abank账户。 2015年7月,华尔街日报提报纳吉个人账户收到26亿令吉汇款,其中4200万令吉是源自SRC公司。 阿班迪已宣布纳吉在26亿门和SRC案中清白无罪,纳吉素来也坚称,在26亿门和SRC案中未涉及舞弊, 更指源自海外的26亿令吉是沙乌地阿拉伯王室的捐款。